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来分享一个非常快速简单的这个红色眼线笔的这么一个妆容 那适合就是有一点点小场合 比如说Christmas party或者是去一些朋友的聚会 就是女生之间的啦 因为男生估计他是看不懂这个红色眼线笔的这个style 对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 首先是打底 好接下来呢我来分享一下就是我最新买的这个粉底 Yay 它这个是Bear Minerals的这个叫Bear Skin 然后它的那个就是中指 就是说里面没有添加各种就是不应该有都是非常天然的东西 那然后就是整个coverage是非常的 可以让你自己想要有控制力的 比如说你想要看起来比较轻透 你就滴两滴 那你如果看起来比较说就是要有一些coverage 就有一点的这个遮盖感的话 你可以滴四滴 不然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在全部都就是完全就是底妆 非常重的话 你可以滴六滴 所以比较好控制 那这个呢感觉里面水水的 你滴 好那你在用之前呢先把它摇匀 然后他们家呢是有这种特定的刷子 然后你仔细看的话 它其实刷子是有一个凹洞的 这个凹洞呢就是你放粉底液的地方 你看这凹洞刚好一个手指大 对这样子 然后 好然后就把它再塗出这样轻轻的 好像新的两滴不够 所以我们再多一滴 我个人觉得这个刷子呢不管从大小还是感觉跟资生堂131的刷子都很像 但是因为这个有凹洞嘛就是专门就是给这种非常liquid就是非常有液体的这个粉底液用的 反倒是资生堂的131的话是比较适用于粉饼啊跟粉底液都ok的 我觉得这一款的遮瑕力还是不错的 因为我根本没有用遮瑕膏 但是基本上鼻翼啊还有这个黑眼圈啊 其实我觉得遮的还还不错啦 但是我也用了不只是两滴 起码有四五滴以上 所以说如果说两滴的话 我估计它的意思只是遮盖这里 然后其他地方呢就是慢慢的这样拿手轻轻的推开 非常非常 呃看起来像素颜的一点点的底妆这样 关于底妆呢我个人特别提的一点就是说不要的去一昧的去追求白 并不是说一白只遮三丑 呃粉底液的颜色或者是粉底的颜色呢 都要根据自己的皮肤而选择 最好的颜色就是说你的粉底液涂到脸上之后是完全融入 融入到皮肤里面 并不会觉得有太大的色差 像我这一支的我的颜色是07 如果你是要看我之前的微博或者是去看官网的话 07的颜色其实还蛮深的 呃对 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我我很白 其实我不白 但是我每次照相看起来比较白 因为说我选择了对的粉底液 这样子有对的光线跟对的角度的话 照出来的照片你的皮肤的质感就非常的好 然后呢颜色也非常的自然 然后看起来就白 那如果你皮肤的粉底液选错的话 那你在照相整个脸就会变得放大 然后看起来非常的假 所以说切记 呃粉底液的颜色就是要自己皮肤的颜色 好 之后呢用的是这个爱丽小吴的染眉膏 那眉毛也完成了 接下来是用眼部的打底 因为我这次主要还是用红色的这个眼线笔画的眼妆 所以说这个打底其实只要再一点点 再刷眼皮 然后再上外一点点就好 不用画到整个眼睛上 之后呢 我们用CAMMAKE的这个原色的眼影呢 用最浅的颜色画在眉毛的下方 好之后呢 再用这个金色画一点点在双眼皮处就好 淡淡的完全不要太浓 因为我们这次要凸出的呢 还是红色的这个眼线笔 接下来呢 就是画内眼线 我用的是这一支笔 那内眼线就完成了 那内眼线就完成了 没有非常的这个浓 就是很简单的内眼线 之后呢 我再用黑色的眼线胶笔画一条细细的这个外眼线 那黑色的眼线胶笔也画好了 就是细细的一层在外面 之后呢 就是重点来了 我们用了红色的眼线胶笔呢 画一层呢 在黑色的这个眼线笔的上面 我用的是这一支 好 那这个红色眼线笔呢 画的这个眼妆呢 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 那对于这个眼线的宽度呢 红色眼线的宽度 你可以看你自己的喜好 如果你想要夸张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画的非常的宽 那如果你想要就是不要那么的 醒目的话 就是自然一点点呢 就可以画的像我一样淡一点就好 所以这个是比较随意的 那同样下眼线也看自己的喜好 你想画就画 你不想画就可以不用画 画棕色黑色还是红色 其实都都随意 看你自己喜欢 那我就画一点点的下眼线 接下来呢就是粘脚睫毛 脚睫毛呢 我选择这样子一款 刷睫毛膏 然后呢就是修容 主要就是鼻影跟这个 这脸部 腮红呢 我就是用一个非常自然一点的这个 好 最后就是口红的选择 那年轻的女生呢 可以选择就是Nu 就是那种肉色 或者是裸色系的唇膏 或者是唇彩 然后加一点点亮亮的 那我呢年纪大了 就是喜欢呢 还是口红还是红色比较好 看起来气色比较好 所以我这里用的是Kemate的 颜色是07 那如果你要是出去 派提或者是去外面流汗的话 可以再用 蜜粉或者是粉饼 稍微的做一下定妆 好 那么今天这个用红色的眼线胶笔 所画出来的眼妆 就完成了 速度呢 非常的快 效果呢 非常的明显 适合呢 就是参加Christmas party 或者是其他的party 或者是跟好朋友一起出去玩 或者是有一些 dress up的场合 去卡拉OK 然后去 去一些方神 都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眼妆呢 比较流行 比较时尚 所以比较适合 年轻人的场合 那如果你是去这种 公司的这些活动的话 比较正式的方神 Cocktail那些的话 建议呢 还是不要尝试这个 因为可能长辈 还是不太了解 红色的眼线笔的 这么一个style就对了 好